身穿T恤的年子一副態度囂張走下車 手上拿著酒瓶就往民宅丟了過去 一連還狂丟好幾個 自己還差點被反彈的酒瓶給砸中 但男子沒有因此罷休 繼續朝民宅猛烈的砸過去 而男子這樣的行為已經不是第一次 砸毀的還是自己的居住地 而事發在桃園中裡一處民宅 年子一次和家人有過節 三番兩次就跑回居住地砸酒瓶 縱成玻璃門都破了個大洞 雖然沒有人受傷 但讓附近鄰居不堪其擾 甚怕男子這樣的行為 哪天會波及到隔壁 鄰居多次告誡也沒有用 決定要報警 而影片PO到網路上 迎來廣大迴響 知乎恐怕案情不單純 但千關難斷家務事 男子的家人恐怕要傷痛腦筋